请您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不是蜘蛛侠 也不是企业战士 而是真真正正的足球 在楼房的外立面进行的足球比赛 这是某品牌为了宣传自己的产品 而在日本进行的一项楼顶足球大型表演秀 两名队员被用绳索悬挂在半空之中 而他们的队友则像操纵木偶一样 牵住绳索 比赛就这样开始了 从这个角度看 是不是很像在平地进行的足球比赛呢 据说这样的宣传创意来自于著名的电影《鸭客地图》 在绳索的牵影之下 队员能够随意在空中进行转体动作 因此楼顶足球的特色就是比赛第二 表演第一 2006年5月 距离德国世界杯开战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 日本横滨的一家水族馆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迎接世界杯的到来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热带鱼足球赛 而是06年世界杯小组赛巴西队同日本队比赛的预演 一目了然 蓝色代表日本而明黄色则代表巴西 这场预演也的确算转了巴西队和日本队在足球场上的差距 牢牢控制住球权的正是代表巴西队的明黄色的热带鱼 而代表日本队的蓝色热带鱼则只有追逐的份 果然在一个月后进行的比赛中巴西队以4比1大胜日本 机器人也可以踢足球 他们拥有自己的世界杯赛 自从1997年以来 世界上每年都会进行机器人的世界杯足球赛 这可不是单纯的力量与技术的比拼 足够精密的程序设计 才能够让机器人脚下的足球随心所欲 不过相对于一般的足球运动员来说 机器人可是够幸运的了 因为他们不用等上4年才能再一次登上世界杯的舞台 在机器人足球的赛场上 你可以看到选手们的形态多种多样 因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更巧妙地将足球送进球门 对于中国球迷来说 或许机器人的世界杯离我们更近一些 在06年的德国进行的第10届机器人世界杯足球赛中 来自中国科技大学的兰宁队 分别获得了两个组别的冠军和亚军 这也是中国足球在世界杯的赛场上 获得的最好成绩了 北美人对于冰球的狂热 可以与巴西人对足球的狂热相披抿 著名的NHL联盟 囊括了世界上最为优秀的冰球队 也许在足球场上你永远也看不到模拟冰球比赛的表演 但是在冰球场上你却可以看到这样的足球比赛 在一场NHL冰球比赛的中场休息时 几位身穿相扑服装的运动员出现在了冰球场内 他们把一个巨大的气球当成糊球 滑稽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 当然了进行这种比赛你可千万别轻易摔倒 看看这位老哥 摔倒之后再想爬起来可真是不容易 在冰球场上踢足球 掌握平衡比进球更重要 现在您看到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足球运动之一 起源于12世纪在德比郡阿什伯恩进行的忏悔日足球赛 03年查尔斯王子受邀亲自为比赛开球 看到这样混乱的场面 您就可以理解它的规则是如何的简单 只有两个原则不许蓄意伤害他人 不许用车辆运送足球 而参赛者们也不是凭借衣着来区分 是要看球员的出生地点 小镇的全体居民们都会投入到这项运动中来 他们的目的就是不惜一切手段将皮球送到三英里之外的球门里面去 不过这样混乱的场面也让当地的警察在每次比赛开始时如临大敌 在用皮球敲击目标三下以后 比赛才能决出胜负 不过只有镇里最有影响力的家庭才能决定由谁来享受进球的荣耀 比赛双方会在赛后去酒吧庆祝 这对于失利的一方将是一次在酒桌上复仇的机会 泰国素有大象之邦的美誉 大象被那里的人们认为是吉祥的象征 当然在人们的特殊训练之下 大象也能当球星 让我们来看一场由大象们进行的足球表演赛 来欣赏一下大象们的足球技术 究竟谁会是大象界的罗纳尔迪奥 而谁又会是大象界的贝汉姆呢 别看这些大象身材高大笨重 但是运起球来却有模有样 看看这叫精准的无线球射门 球进了 而在进球之后大象也有自己的庆祝动作 当然大象们不会担心手球 因为他们可以用鼻子灵巧地卷起足球 于是用鼻子进球的方式 在大象界的足球比赛中也是屡见不见 现在您看到的是一粒点球 看来大象们之间的拼抢也很激烈 不过让强壮的大象撞一下 可不是闹着玩的 用汽车来踢足球 似乎只有在电脑游戏里才能实现 又有谁愿意拿自家的新车 去参加足球比赛呢 当然了 如果是一辆过旧的汽车 您可能就不会吝息了 新西兰人就是这么干的 在抛硬币挑边之后 他们的汽车足球比赛就这样开始了 相比起大象足球 汽车足球比赛的节奏可要快多了 不过在这样的足球比赛中 追尾和寡蹭却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在参加比赛之前 你最好确定自己是否上了人身意外保险 当然了 这样的比赛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 只有经过特殊训练的车手 才敢开着汽车走进球场 所以您绝不能轻易地磨爆 现在让我们走进汽车内 在主视角体验一下司机的感受 追求比赛的胜负 当然不是汽车足球的主要目的 如果在一场比赛之后 您的车还没有变成一堆废脸 这样才能说明您 在汽车足球项目里的高深造诣 英格兰温德拉什河畔的居民们 只关心足球 自从19世纪以来 每年夏天 村民们都会进行一场 河流中的足球比赛 您是否见过脾气这么好的裁判呢 是的 要想在这里执法 就必须要学会忍受队员们的挑战 温德拉什河足球赛的规则 与正规的足球比赛没有什么不同 只不过为了防止选手们 在英格兰冰冷的河水中抽筋 而将比赛的时间缩断到了15分钟半场 你可以在正规的足球赛场上 随便潜水吗 仅仅这一点就可以体现出 温德拉什河足球赛的与众不同了 在比赛中 利用一次脚球的机会 红方首开记录 最后白方球队 则浪费了一次点球的机会 在这种比赛里 你不需要罗纳尔迪尼奥那样的出色技术 只要你用脚大力的踢向足球 总会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3比1 最终红方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而当中场哨吹响的时候 所有的队员以照惯例冲到场边 用尽全力将河水弄到场边观众的身上 总之这样的比赛 就是要让参与者 充分地体验到冰凉的感觉 让我们来听听 参赛队员在比赛时 是什么样的感觉吧 非常冷 而且全身湿透了 不过没关系 我每年都来参加这样的比赛 当来年盛夏到来的时候 您是否也想亲自体验一下 清凉的合流足球呢 男性球迷禁止入内 是的 因为这是为女球迷们 特别准备的专场足球比赛 两支来自西班牙第三级联赛的球队 突发奇想 他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 来为俱乐部吸引更多的女性球迷 难道男人们也会使用美人机 答案是肯定的 看看球场边的高楼上 站满的女球迷们 你就知道这样做的效果有多好了 不过说起来有些奇怪 穿上裙子的球员们在球场上 居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知数和不适 面对来球 她们的动作依旧是大开大合 在女球迷们的呐喊声中 她们的表现甚至比日常更加的神远 而进球的英雄 则可以接受到球场边 女球迷们的欢呼 男扮女装就有如此高的人气 看来今后她们应该多穿裙子进行比赛 泥江足球是一项刚刚兴起的运动 参加这一项比赛的人不一定要有多么精良的装备 但是一定要有充足的钱光顾其一天 不明思议 泥江足球当然要在泥江地上比赛 球场最深处的泥江可以达到球员的膝盖 在比赛中 球员们一刻也不银停 否则将会陷入泥场中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很快就会进入疲惫状态 而迈不动步子 另外比赛还有很多有趣的追递 其中一项就是整个比赛过程当中 球员们都不能够换鞋 天哪 这样的比赛为什么还要穿鞋呢 您现在看到的比赛就是2007年 在苏格兰小镇达农进行的泥江足球赛 除了英格兰本地球队参加这项赛事之外 还吸引了法国 德国 比利时 芬兰 爱沙尼亚 澳大利亚 以及新西兰的泥江足球队 最终英格兰的红尼魔鬼队 以2比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 赢得了第二届泥江足球赛的冠军